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的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伯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迪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吧 來聽一聽 執拍 執拍 Suea Occidentalis 亦都叫做Arba Vita Arba Vita 就叫做生命之樹 這個療劑呢 就是那個樹的 那或者有一些肉赤的 ql 藥氏 提出出來製成療劑 這個療劑 這個療劑通常適用於小 bung 種臭條肌肉的橄髮 配膿 配膿 或者比较肥胖的皮肤黑,黑头发,皮肤不太健康那些人 七八是我们同样的疗法里面,差不多是十大疗剂之一 通常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是任何的因为打针,因为疫苗注射和临病,这个性病的临病 出现的导致身体的毛病 我们大家知道,根本我们大部分人都打过一些中过天花牛豆针 原来很多人都有这些临病,过去有这些曾经是非常流行的性病 所以这个疗剂变成是经常我们都用得着的 其中一个应用就是对付一些临病的余音 有些人自从有临病之后,身体一直是差,一直都不好 它也会影响前列线,会导致很多良性前列线的肿瘤 另外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长期的慢性的鼻豆炎 它通常经常有黄黄绿绿,或者绿绿黄绿的分泌物 经常长期都有的 也都会见到这些人通常都会有很多油瘤 或者过去是曾经患过临病的 七八是一个左边形的疗剂 通常很多问题是左边差一点,或者出现在左边多一点,身体的左边 它也有倾向出现暗疮和皮肤很油腻 这个也是我们主要对付爱滋病的疗剂 因为很多时候有爱滋病患者的个案 通常百分之八十都过去曾经出现过临病 都是患过这种性病的 所以在遇到一个急性临病的情况 出现临病加黄黄绿绿的分泌 潮湿的天气会更加差 这些人是很不喜欢洋葱或者大蒜 所以在这种情况可以作为一个临病急性的疗剂 这些疗剂也是我们主要的疗剂是处理的疗剂 无论是肝门的疗剂 直肠的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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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子宫颈的疗剂 总之不同形状的疗剂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应用的疗剂 直肠的疗剂也是一个主要疗剂 是处理子宫盐的 子宫导盐的 或者子宫颈盐 加有黄黄绿绿的分泌 所以呢 和另外一种白头翁 直肠和白头翁 差不多可以说是对付一些阴导盐 是最主要的常用的疗剂 好了 执法是可以这样说 是处理所有的因为疫苗注射 尤其是天花的疫苗注射 总之一般的疫苗注射的后遗症 当然疫苗注射的后遗症是很多的 包括发羊钓 净净抽筋发羊钓 酵喘 皮肤疹 出疹 其实很多很多很多的 还有呢 这个是用一些宫盐仔 可以有的那个 那些 有些 一些一些胎字 或者 或者 例如 或者黑字 这些胎字 那加上呢 那加上呢 加上呢 是会有这些 的 會有这些 灵病的 的过往历史的 所以我们通常在这方面用一些打草针 尤其是天花针 近代史有一位很出名的同学疗法医生 Dr. Burnett 他写一本书是关于天花针 斗苗针之后出现种种的慢性严重的病 而他的书记载执白是最常用的、首选的解药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在左边 都可能有一个牛豆的疙瘩 可以这样说 这种种了牛豆的疙瘩 是代表我们身体应该受到牛豆天花疫苗的影响 所以大部分人可能对真伯 这个疙瘩都有些敏感的、有些反应 好了,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发现很多吸大麻的人 他们是特别容易感染临病的 这种的关系也很有趣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发现很多这种情况 好了,在精神方面 失白的病界有很多的起因 但失白在精神状态 很多时候有种恐惧 他们会发疯或发疯或失控 或者感觉他身体灵魂离开肉体的感觉 这个在大麻的吸用之下 都有这种幻觉 好多的慢性的长期的分泌 或者敏感 都会看到的 还有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小朋友 出现那些血管瘤 尤其是鼻子那里出现那些血管瘤 是很红的 这个有机会 都是因为疫苗打针有关系的 那么,质疤也都可以用在这一方面 一般性的疫苗 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就是 直silica这个疗剂 就是对付一般性的 因为打了疫苗针 是出现整体身体的衰退 而质疤是特别是对付天花的中斗 以及过去曾经患过临病这种病历的 好了 执白的人的心态很有趣 他们有时这种性格很难触摸 不断地改变 有些差不多可以扭转扭曲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 那个执白这种疗剂 这种症型出现 有很多的起因 那当然呢 那个疫苗是其中一个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呢 执白刑的人 曾经经历过 一种分离的经历 那这种分离的经历呢 是比严刑的人更加深切一些的 他们整个感觉呢 自己好像不属于那种地方的 那你也看到呢 很多那些 那些美国印第安人呢 是被驱港去一些 一个特别的区域 那种被人隔离的 那样的 那通常呢 他们开始呢 在这些地方呢 就被人重新改造了 那就 有些小孩呢 他们加过很多的改造 那还有一个起因呢 就是那个性虐待 可能呢 这些情况呢 是可能在家里呢 是受到家暴 是被性虐待 可能性虐待 可能性侵犯啊 甚至乎爸爸啊 来到对那些 孩子们的性侵害呢 那 那令到他们呢 感觉呢 就好像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支撑 还有呢 就是被人侵犯过的 那通常呢 经历过这些被侵犯的人呢 他们会开始呢 就会将这个问题呢 就是内向化的 是扭曲了的 那他们 通常呢 他们觉得自己 是与众不同的 就是那当然 自己觉得有些 有些是不妥的 那样的 那他们通常呢 就会 就是 就是 他的人生过程里面 整个觉得呢 好像另外有一个人在那里 就是他们好像 不是很自己的 那通常呢 我们知道 一般来说呢 现在的审恩仔 都很惨的 在经历的人生经历呢 都是受过不同的虐待 一出生就被人打针 打到很多很多支针 也都很多时候呢 被人嘲笑啦 虐待啦 不同的药物 搞到他们的身体很弱的 OK 那他有时候呢 就会出现呢 酵喘啊 啊 那个不同的敏感啊 那样 那很多这些 执白的 细纹仔呢 他那个父亲呢 是可能是 打过仗啊 越南 服兵役呢 就出现过可能 那些臨病这种的病 原医生 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疗剂 觉得 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 零丹妙药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炸电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